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吗? 我们是否用心去经营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呢? 让今天六月三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认识耶稣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伯多禄后书第一章第二至七节 弟兄们,愿恩宠与平安 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 丰富地赐予你们 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 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 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 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 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 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 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 正为了这个缘故 你们要全力奋勉 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 在毅力上加知识 在知识上加节制 在节制上加忍耐 在忍耐上加前进 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 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 感谢天主 愿恩宠与平安 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 丰富地赐予你们 因为人都渴望被人肯定 是优秀、有恩宠的 也需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寻求平安和稳定 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拥有这一切 但为什么即便是基督徒 很少人会转向耶稣 来满足这些需要 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在生活中 奋力拼搏才能被认同 并守住某些地位 看来最重要的原因 莫过于这些基督徒 没有花时间和心思 经营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有些基督徒 以为就因为他们出生 在教友家庭 受洗了 或者完成木道班 或热心在堂区服务 就认识耶稣 殊不知 仅知道有关耶稣的药理或资讯 并不等于真正认识他 经常和他对话 熟悉他的作为 并能明确地在日常生活中 分辨出他的喜好和旨意 其实任何人际关系 都需要不断去经营 包括夫妻间的关系 在追求期 我们或许会慢慢知道 有关对方的家庭 喜好 性格 和价值观 但只要在结婚后 多年共同生活 一起经历生活的起起伏伏 他们才能更深入认识彼此 发展真正的爱和信任 也许这是之所以 伯多禄勉励当时的基督徒 在经营自己和耶稣的关系 要全力奋勉 除了基本的相信 还有有毅力 有耐心的加深 自己对耶稣的认识 在平时也要节制 不要让世界上 所有败坏的贪欲 蒙骗我们 让我们傲慢地 相信耶稣 没有什么 可以再向我们透露的了 请品尝圣言 你们要全力奋勉 在信仰上 还要加毅力 知识 节制 忍耐 前进 爱德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养成每天看一篇圣言的习惯 并尝试 每天对耶稣的行为 或人格 有新的发现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原谅我们没有认真 看待我们的关系 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经营祂 阿们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